哈囉 各位車友們大家好 我們今天下午要直播分享的這台車 在台灣其實算是還蠻稀有的 因為這台算是Legacy的BM9 前一個世代的話BR 賣得好像比較好 這一個世代的話 同級車競爭也多 所以它銷售的狀況的話 就比較一般般 那其實這台車的整體的動力 安全性、操控性 其實都相當相當的不錯 那這台BM9 今天要安裝的版本 是我們KT的道路版避震器 那這顆是2.5升 2.5升的應該算NA吧 NN引擎 這台車的底盤 有很多的 甚至是Toyota的系統 都大概類似採用這樣的底盤系統 那前面的話呢 我們有附上座 這避震器很好拆裝 我們把引擎室打開呢 我們就附一顆這個類似原廠型的上座 那在上座的中間有一個LOGO 這個地方呢 就是在調整阻尼的 往順時針呢 就是變硬 往逆時針呢 變軟 那這台BS9 BN9 它的底盤呢 跟前一個世代不太一樣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它跟前一個世代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那前一個世代呢 它的離載線的鎖點呢 是在三角架上面 那這一個世代呢 把它延伸起來 在避震器的後方 所以 最大的改變呢 應該是在這裡 那SUBARU慣用的前面 仰角上方這一顆螺絲呢 它一樣是採用偏心螺絲 所以這一顆螺絲呢 是有方向性的 在建議計時在安裝的時候呢 記得特別留意 它的方向性呢 要特別留意 因為如果螺絲呢 它沒有偏心螺絲 那就沒有方向性 可是呢 SUBARU的車系呢 很多都是有做偏心螺絲 要請機師們呢 要特別注意 那這一台 我們一配置的版本呢 它的彈簧呢 有刻意做的比較輕一點點 我們配置了7公斤 因為車主的話 它希望呢 比較舒適一點的設定 所以這一台車呢 我們前面彈簧配置7公斤 後面的話 是配置了6公斤的彈簧 好 那前面的車高呢 因為原來的輪胎規格呢 已經有 大概有在升級成19吋了 也是很棒的 很高檔的那個旅線規格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它 目前升級的規格 這個是 這是 SSR的 那 輪胎 加大的規格呢 這是應該是霹靂樓的吧 2454019 好 這是2454019 好 我們再回來避震器的部分 那避震器的用料的話呢 跟大家各位介紹一下 譬如說這裡有ABS感應線啊 油管機啊 當然 這些都算是 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那裡面的阻尼油 我們還是一貫的使用 義大利IP的主尼油 IP的主尼油 是義大利一整桶進口過來的 所以它油品的穩定度啦 種種的表現呢 相當的穩定 尤其是耐摔退度 相當的不錯 那油封的話呢 我們所使用的是 日本NOK的油封 這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呢 使用了大概三年左右的避震器 其實都沒有還沒有漏油的狀況 但是車主有反應呢 這個阻尼它的油筋有裂化 有衰退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 它是賣花成的 後面的話呢 算是一個 雙A 算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懸吊系統 在 像是BR9 BR9的系列啦 或者是FT86呢 大概都是類似這樣的懸吊 洗合系統 所以它的懸吊後懸吊呢 很多的系統呢 都是共用的 好 好 那上座的部分的話呢 KT有附一個上座在上方 那後面的彈簧呢 剛剛提到了 是6公斤的 它的腳管下方呢 藍色的 是從這個地方呢 來調整車高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後面的車高調整呢 因為整個整體的支壁呢 相對的空間 局限住了它避震器 所以它的長短度呢 其實比較行程走的是短行程 尤其是86的話 那86之前直播裡面有介紹過 像這樣的系統呢 如果行程跟彈簧做的太短的時候 在激烈操控的時候 就有可能會有舉腳的狀況 那一旦有舉腳狀況的話 它的防滑系統會介入 所以車速裡面就會限制住動力的輸出 那自然的操控上的速度呢 就快不上來 所以像後面的 在筒身還有行程彈簧整體的搭配的時候呢 一定要特別留意這個地方 這個是後面的腳管 它做的比較短 因為它整體長度比較短 所以我們的調整空間的範圍呢 也被比較受限住了 那它上座的話 就會在行李箱裡面 從行李箱裡面打開 就能夠調整阻尼的部分 那車高的話呢 是從這個托盤 我們把它旋鬆 腳管呢 如果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之後呢 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如果這個托盤往旋鬆 然後腳管往上縮短 它的整體長度縮短 它的車高呢 就會變短 所以這個是這一台車 調整的方式 它後行李箱的話 它的阻尼值 它的上座是藏在這個飾板的下 在裡面 所以從這個地方呢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的中心點在這裡 那上座的話其實只有兩顆螺絲 變成要拆 要調阻尼的時候呢 這個試蓋呢 稍微掀開之後 在這個地方呢 就能調整到後面的阻尼 這台車的拆裝其實很容易維修啦 所以速度的話還蠻快的 我們已經用不到一個小時 就要把它裝上輪胎要做入室了 這個鋁圈很漂亮 也是很輕 可以 輪胎可以跑去 這個是PD-LOW的輪胎 好 我們要準備上台囉 這算是一個四門setm的車款 我們準備要上台了 這個是19吋的 有點重吧 不過這個已經算輕量化的鋁圈了 這個鋁圖的話呢 也是輕量化的齁 這個鋁圖的話呢 也是輕量化的齁 這個是2.5升 那SUBARU的呃 據說啦齁 EJL的引擎呢 也差不多 要供給到 風塵生退了 ECL的算是SUBARU的名機吧 好的 因為我們B電器裝好了 現在準備要裝胎要試車了 所以今天直播稍微比較短 那前面的阻尼很好調整 從這個地方就能夠做阻尼的旋轉 有的車系的像KUKA啦 或者是FOCUS三代呢 它的上座是藏在室蓋的下方 像這些車系要調整的時候 就會稍微比較麻煩一些 那SUBARU的車系大部分呢 都比較好調整一些 Hello 張老闆 你怎麼知道這個是黃大哥的車 對餒 你也認識那個車主 因為這台車算稀有啦 所以一般來說 看到這個車還有看到這個旅圈呢 幾乎都很好認車主 有時候這個 這種車在路上跑的話 甚至是比超跑還要少見 不過這真的是一台好車 它的安全性啦 還有動力啦 而且是四輪傳動 水平對臥的引擎 都是要對車子很講究的 他才懂得這部好車 張老闆也是對啦 張老闆也是SUBARU的那個 也是SUBARU的車主對不對 所以對這台車也很熟悉 OK 因為我們準備要上台了 準備要做路試了 所以今天的安裝 KT避震器的直播分享呢 就到這裡 那如果呢 板上有車主的話 有需要試乘了 或者是對產品呢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今天謝謝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了 謝謝 拜拜 拜拜